杜鹃花 她装点起山河春色 已走进了诗词之美 既有李白 一元红艳最扑陀 字帝连烧 促欠罗的娇美名艳之美 也有白居易 气看不似人间有 芙蓉少咬 鸡母母的花中西诗之魂 十多年来 梧桐山坚持开展杜鹃花的生态宝玉 成功引中七百多个品种 所营造的世界级毛棉杜鹃花海景观 已成为深圳一张耀眼的生态名片 毛棉杜鹃 也从最初的藏在生归人味时 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梧桐山的毛棉杜鹃 是世界上唯一分布于大都市中心的 原生高山杜鹃 每至阳春三四月 十万多株毛棉杜鹃 在烟云缭绕之中四地绽放 将梧桐山渲染成 独立于都市中心的蓬莱之境 为激发市民亲信自然 爱护森林的热情 自2016年开始 梧桐山并着手举办毛棉杜鹃花会 在呈现花开盛况的同时 融入杜鹃盆景展 文化科普展 花会园艺展 国风明月表演 等各项活动 梧桐山的杜鹃花文化 逐渐深入人心 并盛情款款地 走向国际事业 冲到梧桐 十里杜鹃 十里紧 唤新罗湖 持续绽放 新魅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新型区 罗湖区深切地流出了 一半山水 一半城的城区格局 梧桐山与罗湖相牵而生 山城相拥 而以大望梧桐作为深圳中央生态区的前瞻规划 不仅完美保护了梧桐山的生态 更是让罗湖有了更多新的期待 草长应飞的三月 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深圳按下了暂停键 无数逆行者 如杜鹃花般温柔而磅礴的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可看人间 避春寒 杜鹃生理 暖阳归 在两千多万深圳人的努力 轰轰烈烈烈的绽放 欢迎这一座青春之城的再一次冲发 春已归来 看美人头上 鸟鸟春帆 梧桐山将开启云赏花 让你足不出户 隔平闻相识春色 一朵花开 学经历数月孕育 受见寒冬考验 才能傲然绽放于枝头 与春共舞 一场疫情 需竟精多风努力 汇聚众志成城 才能战胜疫情阴霾 迎接曙光 这场远到而来春的浪漫 是一树一树的杜鹃花开 是红星战役 共和时间后的春暖新书 是叙事摆发后 即将上演的 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